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煮了平常也都可以吃 但是游消最讲究的时间应该是在正月十五 传承百年的老字号 是几代人新手相传的手艺 是一个地域一群人的味蕾记忆 小孩子的时候每年都是特盼望 冬至时能吃冬至时 本期舌尖之福 浮成浮尾系列之石果 寻味追索老福州的美味时光 正月是农历的圆月 古人称其为霄 而十五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圆宵节 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 这一天人们赏花灯吃圆宵 庆祝这一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 虽说这圆宵四海皆有 北方人喜吃没有馅儿的 广东人好吃甜腻的 但福州人愣是把它演变出家乡独有的味道 把圆宵里包上福州鱼丸的特色大肉馅 咬一口满嘴圣巾 圆宵平常也都可以吃 但是圆宵最讲究的时节应该是在正月十五 圆宵是比较喜庆的东西 它当中的黄头黄鹅鹅嘛 它有什么之类的 林英德 尔隆伯元宵的第三代传承人 从五岁开始学习制作元宵 早上要五点起床 做足前期的准备 尔隆伯这个店名啊 是取于就是说 我爸很早的时候嘛 他就耳朵不好 但是他做元宵做得很好吃嘛 后来就以大家这么教他 以这样的群众的教法作为店名 福州传统元宵 俗称脱河元宵 讲究 以皮刃不粘齿 二肉馅会脱河 林英德从玄米制作到烹饪 几乎与父辈流传下来的手艺一脉相承 七分糯米 三分精米 混合水浸后制成生剂 一部分生剂要在开水中煮成熟剂 生熟剂混合盐柔才能做元宵的皮 这个是旧的那个 还有那个盘子 这个也是我爸爸爷爷手上用的 手工揉面的话 这个就是说目的 就是福州话讲的就是棍楼嘛 然后揉起来很Q嘛 它揉出来米浆 像比如说像这样抓起来 它有一个连接感嘛 这个揉性也很好嘛 正是这些重复的揉搓 造就了元宵的独特口感 在遥远的那个年代 也正是这样的手作 让二龙伯从默默无闻 直到成为一代人的味觉记忆 那个是清末的时候 我爷爷手上就是尖挑大麦嘛 那个时候最早的开始 到了我父亲那一代 米剧团到哪里去演 就跟着西方一起去 生意非常好 到了后来慢慢的就发展了个体吧 这个随着连带的那个变化 与福州城一起经历百年风风雨雨的二龙伯 现在依然坚守在上下行这片老城区 兢兢业业地保持传统记忆 制作元宵 汤圆 白丸子 芝麻糍等 福州特色小吃 可以说做元宵 我们是专家了 这一句话不是我自己夸了这样子 是专家 包括我现代手工做的也好 包括现代时代机器生产的也好 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好 即使如今的上下行繁华散尽 老字号的继承者仍希望 人们到此走一遭的时候 依旧能在这些象征着家人团聚 和睦幸福的特色小吃里 寻觅到代表这座浮城的真滋味 一样的元宵 在离福州城区五十公里外的 敏厚上干镇 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寓意 我们这里的元宵行义是很好的 吉祥的行义 要是人家家里面盖房子 搬新房子 都要用我们的元宵来 真的送给客人吃 它的元宵就表示 圆满团圆的意思 因为元宵组的会膨胀大起来 生活也是这样的 圆达元宵是敏厚县上干街上的老店 也是镇上最红火的小吃店之一 元宵和汤圆都是六毛钱一粒 地道的美味实惠的价格 这个就是元宵里面吸引运了 一般的这个要后腿肉再加偶花肉 当然那个毁肉运多了 就是太油了 太暖了不好包 咸的馅料是福州元宵的特色 将肥瘦适中的鲜猪肉剁成肉酱 按配比加入酱油 白糖等调料腌制 在上干 人们还习惯在肉馅里加入葱段 除去些许肉腥味饭 更别具一番风味 我这个做元宵已经三十多年了 从我爷爷开始 现在我这个在准备叫我儿子回来 在街下村 我还没到他家里面 他家里面都是开元宵店 一到他家里面 我就开始跟着他做元宵这里 辛苦当然是辛苦 但是他家里面的元宵做得很好 人家很远都跑过来我们店里面来买 像这样客人这么满意 我店里面的东西 我感觉好像又做又高兴了 也不觉得怎么累了 如今每天有接近十号人 在制作元达元宵 大姐们个个是包元宵的好手 捏皮放馅 元宵一气呵成 然而 再熟练的手工制作 这样的产出 有时人工不应求 冬至是农历二十四节起之一 福州人俗称冬节 民间有冬节如大年之说 节前家长会督促孩子们去礼发 就是一家人会在冬至前夜围在一起搓食 小孩子的时候每年都是特盼望 说冬至的时候能吃冬至时 要吃这一碗的 好像才能过好这个年式的 冬至时的做法 是将糯米粉和水按比例调和 这个从学校就学着一个做几十年 然后现在呢 有时候逢年过节啊 大的什么节日啊 人们都爱点一碗这个 它寓意叫做食来运转 它吃了觉得好像是来年会转运啊 各方面 食在福州话里的发音和食一样 所以福州人都相信吃食会食来运转 现在是拿来煮一下冬至时 现在手上搓一搓 然后一粒粒放进去这样圆一些 煮到它能浮起来 老福州人买食 喜欢用方言称作伯隆西 意为打滚 因为搓好的丸子 入锅煮熟后捞起 要在黄豆粉和糖分中打滚 才算完成 裹上炒香的豆粉 食的味道香甜软糯 它和元宵一样 除了拥有圆圆满满的美好寓意之外 在福州人看来 它们都被称为用米制作而成的 一种独特风味 果类小吃 福州的小吃呢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认为是食果 作为庶民百姓的点心店 食果店是那个时候 福州人的早餐摊 福州人的早餐 咖啡 食音発 咖啡 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福州的果类小吃品种相当多 福州的小吃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认为是食果 食果是有别于其他小吃很大的一个特色 食果可能就是跟我们南方以大米为主 很有关系 你看北方人它都是在面上面做文章 它面是品种很多 我们南方历来是吃到米为主 所以它米类制品比较多一些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福州 食果店有百余奖 作为庶民百姓的点心店 食果店是那个时候福州人的早餐摊 遍布福州城大街小巷 食果点心无所不包 如此寻常的小吃 也有它讲究的民风民俗 我们福州最传统的做椰 也是平常我们福州最喜欢吃这个糕顶 七月三十跟大年过年快过年的时候 每家每户必备的这个椰 它这个椰就是要保平安 也是压实 这楼面也有技巧 还要换一点熟的进去 吃得比较Q 也比较口感也比较好 醉是福州化的发音 是福州人在七月半和过年 用来祭祀必备的食品 如今也只有地道的福州人 才知道这种小吃 六十岁的潘宝秋 从二十岁帮富贝打理门店开始 做食果已有四十年左右的经验 第二天在冰天桥 那边就取名着万龙冰天桥食果店 我们这个花花最传统的 因为我爷爷和父亲 上几代都是家人做 我们还是 现在还保持着原来的 最地道的做的花花 那就比较麻煩 这就是米穿在袋子里面 石可以说是福州人独创的字 是由米和石组成 米代表的是原材料 石则表示按石令做不同的果类 九重果是九九重阳节使用的 表示年年高质疑 清明果是清明时节的小吃 各地名称不一 福州地区叫波波果 因其选用的波波草上 长有黄花 米浆和波波草汁混合 让其外皮呈现微黄色 表示带笑 极具清明节的哀思情怀 过去讲做果做果 福州话果跟鬼是同音 做果的人不是做人 就是做鬼 他是半夜要上班 鸡教从鬼教做到鸡教 汇工大 体力需要强 但是价格又不一定买得很高 所以这个经济效益也有限 所以现在继承的人越来越少 削的人也越来越少 渐渐地有失传的危险 我是近几年 近几年大概不到十年吧 才开始专心去做这个 原来小时候的时候 一直跟在父亲旁边 也都耳朵目了嘛 都会知道 他现在才专门去 专门跟在附近旁边 学习这个 31岁的潘明 是宾德桥万龙石果店的 第四代传承人 和很多福州传统小吃店一样 在经历父辈们的创业 首业后 老字号百年未到的延续 仍是依靠极代人的新手相传 这是我爷爷 传到我父亲 父亲传到我 现在我准备传到我儿子 这有一百多年了嘛 得上古都 一个是看到父亲年纪比较大的 父亲也有希望说把这个传承下去 毕竟是家族的手艺 这也是福州的一个民俗文化 希望可以得到传承 怕这个手艺毕竟这么久 自传的不是不好 想一直传下去 试一下看 做元宵是挺辛苦 但是这个组传下来 传业自己也要做元宵 我们这样老字号的 主要的就是下一代 要传承前辈能做的事 应该要比前辈能做的更好 对我的理解就是 传统手工艺 当然有它的宝贵的价值 和文化的底蕴在那里 就是说传统它也要做 也要改革创新 因为现在社会 它发展比较快 它就是双通道 一起来做是最好的 在福州人看来 一碗花生汤 搭配食果 是点心也是猪食 一碗圆圆满满的冬至食或元宵 是寻常小吃 也是节令习俗 这些传统小吃 承载着百年老字号的家族回忆 是这个福城的福气之味 这种味道也是一份淡淡的香愁 在福州人的记忆里慢慢发酵 离酒离香 集齐了山珍与海味的福气小吃 来自口福之地的人气美食 鱼鲜与肉香 与一个团圆和美满 一碗鱼碗 为您诉说福州人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